Yo 繼續是波子打波子機 大家有沒有想過 今天我就要試玩這遊戲 究竟我又是否合格的男朋友 大家在戀愛事件中掙扎求全 一開播有個男主角抱著女生 我錯了要摸摸打 原來後面的叔叔不知道在做什麼 頭子有隻貓在跳舞 好開播了 第一關 哥哥幫我手呢 發生什麼事 哥哥幫人扭瓶蓋 我是不是應該扭 如果我扭了我應該女朋友扭掉我的頸 獲得物品 它好像解謎遊戲一樣 拿完物品 然後把瓶拖給他 對 拖給後面的侍應 WATER幫他開 開完給他了 後面的WATER在 廿問廿無 母妹我是不會回答你其他陌生女人 女朋友愛你 沒錯 這樣就生存了一戰 第一關 輕鬆 輕鬆 究竟會不會有男朋友 突然間街上陌生女生 問你可不可以幫他開瓶 你不小心順手就開了呢 不小心啊 好了下一關 又是你 每天扭瓶蓋 怎樣 哥哥可不可以幫我扭瓶蓋 哎呀 什麼事 為何同一個女生要扭兩天 增蓋 她是否看到我100元有貼士 可不可以給100元的貼士 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只是同一個有兩個做法 第三關 打算給女朋友準備驚喜 沒想到這樣就遇上了 啊 打算買個婚紗 按右邊轉換場景 有假髮 我不是打個假髮 然後扮女人逃過她吧 正常女朋友一定會認出男朋友 啊 有蜥狼啊 哇 糟糕了 噢噢 一腳被踢開了 GG 寶貝我錯了 我錯了 貴什麼 貴的酸盆 不是貴玻璃也還好 我不是蜥狼 我錯了 再來一次 好 拿個假髮 然後要戴個假髮 耶 變了女人了 哈哈哈哈 嘩 我們放女人上來好像蠻漂亮 簡直是女人 還好像比女自覺漂亮 哈哈哈哈 我這個時候OK了吧 不知道我是男朋友呢 成功躲到一個女友 給她一個驚喜 OK 我們去到2020年2月14號 其實有多少人呢 哇 真是生存之靈 有這麼多關 我在這裡走這個1月也有 我們生存多少關 送命題 她重要還是我重要 怎樣 有什麼問題 為何被感探好 我們可以留些什麼 他說親愛的 什麼啦 寶貝 怎麼辦啊 我的香水寫了 還弄濕了你的鞋子 買 去購買 喂 我可以買什麼 但是 著名的品牌減肥機 沒什麼用啊 我們買什麼 買新的鞋子 還是買新的香水 我不需要它 但我需要女朋友 哈哈哈哈 會選吧 看就知道會選 還是買香水給女朋友 還打算買球鞋嗎 還打算買球鞋嗎 買球鞋你就娶對球鞋算了 你沒有女兒了 寶貝 你的香水寫了我幫你買新的 I-Li-O 嗯 她會送我一雙球鞋 一般而已 理想的情況下 通常大家如果男朋友送給女朋友 女朋友是否會回禮送給男朋友 歡迎大家留言說一下 但我覺得一般女朋友主動送給男朋友 如果比我我一定會送給他 嗯 咦 這個應該很糟糕了 跟前女朋友分手紀念日 蛤 前女朋友的好友申請 難以 X幾年分手還敢向我申請好友 我真的應該手機也扔爛他 哈哈 左上角就看到了 被人一腳硬開了 有隻貓貓 貓貓可以怎樣 貓貓可以做什麼貓貓 你們開口打打打 有隻貓貓是打醬油的 如果我按手機很糟糕 應該不要按手機 但好像怎樣都要按 拿手機先 不要被女朋友發現 還是拿出手機 我的手機可以 收起來給貓貓 收起來 可以嗎貓貓 貓貓給我手機嗎 不行啊 手機可不可以收在梳化底 收在後面 手機可以用在哪裡 一定不會給女朋友 手機收起來 哎呀前女朋友重要還是我重要 我不是想拿 手機做任何東西 你想多了你不會了 其實我只是想收起來 不讓你們看到而已 你知道看到 通常女朋友一定會想 很緊張你的前度 明明又不是的 FF到是 女人深海底針 何止海底針 包青天上身 是不是也要灑一灑 接著有什麼可以做 女朋友最愛喝的奶茶 他這麼生氣 這個時候給你奶茶喝吧 他開心了 開始沒那麼生氣了 喝奶茶吧女朋友 我還可以做什麼呢 他還在生氣 手機可以怎樣扔掉它 總之怎樣呢 應該會手機 給貓貓 貓貓你到底可以做什麼 貓貓在做什麼 牽勢在打打打 我覺得貓貓總是有些東西的 給你機 乖乖的交給他 其實我沒有任何東西的 交給他 欸 我直接交給他 坦白重寬啊 原來坦白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其實在男生的角度 會擔心女朋友亂想 所以特意不讓他知道 有這個X的好有心情 但其實偏偏 你越是不說避開 對方就可能越是誤會 就只會越來越大問題 所以坦白重寬話 我看我的手機交給你 你檢查我的手機 來吧 看我的手機 裡面沒有重要的東西 對 然後他就會 2月2號 自動連WiFi 嘩 這個誤會很嚴重 第一次來 為什麼連上了WiFi 怎麼辦 叫一叫試影 試影過來 趕不及了 一下被人踢開了 啊 你要給我機會解釋 假的一來就踢開我 你不讓現在才有手機可以自動 CRACK的WiFi嗎 糟糕很嚴重 怎麼辦呢 一來就看著 拿一瓶玫瑰花 玫瑰花 哎呀 蛤 用餐廳的拜花送給女朋友 哈哈 對不起 我知道我錯了 我叫什麼 做善不擊大佬 我這種性格絕對是容易激怒女朋友 我怎麼會愚蠢得拿花送給女朋友 但花又可以拿 我可以做什麼呢 他又看著手機旁邊 咦 有花束 送花給他 女朋友送花 我喜歡 我喜歡你 你什麼我喜歡你 蛤 哈哈哈哈 嘩 其實不是 其實我一早來了 就是為了籌備驚天地 一鬼神 浪漫滿分的一個 表白燭光萬殘 讓你享受一下SweetSweet 所以才練WiFi 你不要誤會啊 好了到6月18號 打臉綠茶攻略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綠茶表有什麼 哥哥信路載我啦 這個就是綠茶了 Green D or me 女朋友這個時候看著手機 但他已經發現了 可以拿鑰匙 可以拿走 這次可不可以做waiter 這關幫我不到 哈哈哈哈 好慘啊 我們很慘的waiter 幫我不到 這是什麼 地圖 信路載你 我有地圖 應該怎麼辦 給你一個地圖 你看看地圖 我們不順道的 哥哥你很厲害 我完全不明白 蛤 我教他怎麼走都不行 Nani 他以為我關心他 啊這樣都吃草莓了嗎 我沒有關心他 我錯了我只關心你 哈哈 果然女朋友的心理學 是這個世界上最懸疑 最難學到的一個學問 給點酒女朋友 給點酒你 蛤 拍桌 為什麼啊 我沒有回應他 為什麼你又走啊 我給點酒女朋友 女朋友以為我想灌醉女友 然後跟人家的鬼魂 你又誤會了 我只是放上來就放上桌上 看來女朋友激怒的事件 總是因為誤會 誤會而起 陳世間有這麼多誤會 我應該做什麼好 哥哥信到栽培我 你真的看不到我跟女朋友坐在一起嗎 你不是想這樣就當我是單身狗吧 你不是想多了你穿情侶裝的 你什麼盲的小姐 小姐你什麼盲的 給你鑰匙的女兒 給你鑰匙 好啊反正順路走啦 哈哈哈哈 我真的不是想這樣 我只是在想什麼方法可以做 女朋友說她明顯不懷好意 還要送她回家的外套 哈哈哈哈 你值得的 我已經沒有任何方法可以做了 已經事無可事了 我應該做什麼呢 你習慣幫我這麼多 給你一點酒吧 他給你一點酒 過來幫我手 幫我幫我幫不幫我 每一幫都幫我這麼多 給地圖她又說關心她 給她一瓶酒可以嗎 給你酒自己走啦 自己喝酒喝醉自己 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開車我們坐地鐵 哈哈哈哈 什麼了 我們醉了 什麼事 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開車機智如我 堅決不讓女朋友不去愛心 什麼了 這些罐醉自己 我覺得正常女朋友更加不開心 好好的就給她罐醉自己 女朋友說我要送你回家 她全身酒隨味肯定還生氣 不過我們可以裝飲醉了 或者裝飲醉了 忘了發生什麼事 好了4月4號真實的求生肉鬼屋兩三屎 難以做什麼經過了這個墳墓 狗狗的腳印什麼事 狗墳是吧 但爛了墳墓我們可以幫你修理它 有個桔 桔不動 咦 桔有一隻鬼手 嚇壞了 媽媽在女朋友面前一點都不英俊 我錯了 我們大驚小怪 我們做不了男人 那怕是人類正常的東西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走去右被她嚇壞 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有什麼方法 有三支香 我沒什麼可以做 右邊有 右邊有廁所 我把手拿出來 右邊有廁紙 給她廁紙你行不行 給她廁紙給我電筒 即是怎樣 現在我幫完她 她幫回我了 這個是廁所的狗狗 為什麼狗狗會在公廁裡面 不知道為什麼 接著我們可以用電筒 有電筒走路不怕 Yeah baby 嘴兩口先 機智如何 保護女朋友又可以耍水 又可以變帥 下關 這個最難的難題 午餐吃什麼 然後女朋友說隨便 都可以 這個應該是最難 史上最難的難題 這個不要說女朋友 正常人朋友問你吃什麼隨便 應該都是一個難題 但不要太拘謹 因為大家不會生氣 想吃什麼直接說 但女朋友應該不同 女朋友說的話不可以信十足 信一半就好了 要思考的每粒字都要 隨便嗎 壽事都可以都可以都OK嗎 請選擇你的午飯 A吃炸雞 B吃Pizza C蓋飯 D就是火鍋 吃什麼好呢 真的很難想 沒貼士 有沒有貼士 我有些什麼 放大鏡 放大鏡有什麼用呢 多吃炸雞天天開心 他喜歡吃炸雞的是不是 按就吃炸雞了 啊 隨便就真的要選 適合選擇女朋友想吃的午餐 哈哈哈哈 這個才是真正的答案 午餐想吃什麼 隨便吧 要你知道他想吃什麼這個才是最難的 好了 暫時今集都玩了很久了 不知道大家有學不學到東西 也想不到這些小遊戲 都可以學到男女朋友相處的求生知識 如果女朋友問你 午餐吃什麼 你會怎樣回答他 對 我會等到有的時候才回答 好了 喜歡記得like and subscribe 我是波子 如果大家還想看這類遊戲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